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奶爸 现在呢 我人在Steven MRT Train Station 为什么回来这里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新加坡 Thompson East Coast Line 第三阶段 最新开发给民众呢 去享用的一个地铁线哦 第三阶段的地铁线呢 是包含了11个站 这11个站呢 我好像都没有尝试去搭过 也没有来过吧 为什么会特地来拍这个地铁线呢 因为这个地铁线呢 是2022年最新的地铁线 CMNC有一天不小心去搭了这个赫斯的地铁线的时候呢 他完全傻眼耶 他回来跟我说 他直接在里面迷路了 所以对他来讲 也是对我来讲呢 这个是新加坡蛮新的一个景点吧 地铁站成为一个新的景点 应该可以吧 所以大家今天就跟着我脚步 一起去发掘2022年新加坡最新的地铁线到底有多美吧 顺道一提的是 奶爸也会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去分享我们2022年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 这里就是一出口 我从这里走过来呢 有两条路线 一条呢是去Dowtown Line的 而我呢 是去这条 褐色的 Thompson East Horse Line 而这里的广靠牌呢 相比较其他国家来讲是非常的少 而这里呢 也有一些少少的艺术装饰啦 放了一些Steven的slogan 整个地铁站呢 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阔 我人呢 现在在Steven这个站 这个站 那边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咧 真的要去走走看看到底这个站是长怎么样的吧 Napir的这个station在这里 Gran Eagle Hospital在这里 Bordernic Garden呢 就是这一整片 原来它就是在Bordernic Garden的尾端这里哦 Napir Station呢 比我想象中来的小 这个1号出口呢 写着去医院 还有新加坡Bordernic Garden 就是植物园 而这里呢 就有一大片的植物墙耶 虽然这个站呢 相对来讲比较小 这整大片植物墙呢 是非常的有特色 现在要坐着这个扶手梯呢 就上去 哇 超长的这个扶手梯 今天呢 我人在新加坡Bordernic Garden 就是植物园啊 那我分享一下 2022年的我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 2022年呢 我们制造出蛮多的影片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 最让我觉得感人的影片呢 就是我们全家人确诊的影片 这个影片呢 受到很多朋友的回想 然后呢 他们跟我说 看了我们确诊的影片呢 真的是有点心疼 尤其是看这幕文哭的时候的画面 还有妹妹被搓鼻子的画面呢 他们就忍不住掉起眼泪来了 确实我在剪接影片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非常的心疼 自己呢 也会忍不住流起眼泪来 第二个影片呢 也是关于有点爱哭的影片 就是呢 我们全家人一起回去文童的影片 那个时候呢 我做出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是说我在影片当中呢 我说我要去探望我妈妈 其实有蛮多的观众朋友呢 都不知道 我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那时候我错了一个画面 就是说我要去探望我妈妈 我把镜头呢 就直接招到去我妈妈的坟墓 他就在前面 蛮多的朋友呢 看到这个影片过后呢 直接跟我说 真的非常有感触 也蛮赞成我说的一些话 就是珍惜眼前人 就是珍惜当下了 原来新加坡之后 回去文童呢 人是一飞 妈妈不在了 那种心情 那种感触 我拍了下来之后 看了自己影片 我是觉得 哎 还好有拍下来 自己心里也告诉我 至少那个感情流浓呢 是非常的真实 是蛮值得去回忆的 有些是说的朋友呢 是非常关心我们的 虽然他们不好意思 在影片底下说 他们都有信心去问候我们 so 蛮感激你们的 所以第一个里程碑呢 就是做出感人的影片 达成 Date Bird World Date Grid World Grid World 这个transation 非常的大 但是装饰和设计方面呢 稍微逊色了一些 1号的出口在这里 这里往上应该就是Great World City 我们去看看吧 捕手提一出来呢 诶 怎么没有Great World City呢 是不是要过那边啊 去那边走走看看 原来Great World City就在这里 这里呢 其实有两个出口 这两个出口呢 还在建设当中 所以呢 就还没有公开给别人使用 所以如果要去Great World City的朋友呢 就直接往1号的门口 出来的时候呢 过地下桥就可以往Great World City啦 第二个小小里程碑呢 就是接到一些有牌子的业配 你要谢谢厂商们呢 不介意奶爸的流量比较低 也谢谢你们的信任 有些人对业配来讲呢 钱是最重要 但是对奶爸来讲呢 钱固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厂商对奶爸的信任 还有自己本身也是对那个产品 非常的有兴趣 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 我们才会推广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分享第三样开心的事情吧 那就是2022年奶爸终于有机会去上整整的节目了 我来要请天伟哥 阿伟哥 耶 我来不见啦 带我来不见 我来不见 我认识黑猫和整整呢 有一段时间呢 也非常的佩服他们用广东话来拍摄影片 奶爸起初拍影片的时候呢 都是用广东话来拍摄 但是因为频道的走向呢 还有本身居住在新加坡呢 我是觉得用华语来呈现影片的话呢 相对来讲会比较适合一些 所以奶爸就没有他们的勇气 还有他们的厉害之处 继续用广东话去执行影片 参与他们的拍摄当中呢 我是学习了非常的多 他们快速有效率的拍摄方式 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非常的大开眼界 所以如果黑猫紧紧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呢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成为你们的其中一集的嘉宾 也感谢你们啦 希望下次呢 还有机会在一起合作吧 好啦 我要往下一个站去探索吧 Go Go 哇 这个Maxwell Station是超级方便的 这边出口一出来呢 这个就是Maxwell Food Center 等一下我们要去吃一个午餐 这里呢 就是一个佛亚寺啦 China Talk在这里超级方便的 这家呢 就是天天海南鸡饭 游客的最爱 每个人来新加坡呢 一定要来吃的鸡饭呢 应该就是这一个鸡饭啦 你看 他的队伍是排的多么的长 是不能排到去后面哦 太夸张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跟游客来抢饭吃啦 天天海南鸡饭我就不吃了 因为真的是太多游客去买了 我就吃了这个阿宅海南鸡饭 味道也是还可以啦 饭呢 苦苦通通 鸡肉蛮嫩的 只是呢 价钱来说呢 不便宜 毕竟Maxwell Food Center这个地方呢 是新加坡 蛮旺的一个food center 有机会来这个Maxwell Food Center的话呢 记得去尝一下它的美食吧 未必要吃它的鸡饭啦 这里呢 还有非常多的美食等着大家去发掘 第四个我要分享呢 就是个人的小小的里程碑吧 就是呢 我终于和我的偶像老爸呢 去见面了 那次的见面会呢 其实还有很多我喜欢的创作者 也竟然是他们没有嫌弃我这个渺小的创作者吧 so 那次的见面会呢 也非常的开心 可以认识到他们 希望来临的子呢 可以再次见到他们 还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去拍一下影片吧 说了我这么多想法 怎么还没有看到西门吹雪呢 不如我们先访问一下西门吹雪吧 毕竟他在这个频道当中呢 也是蛮有分量的 他也算是这个频道当中的第二主角哦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去访问一下他吧 西门吹雪 yes 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我们今年哦 频道拍了很多支影片 你知道哪个影片是最多人看的吗 你要猜猜看吗 介绍电视机吧 啊不是 哈哈哈 是什么 是我们去那个 fire station 还有army camp的那个 哦 对 因为我们趁了热度 对啦 12000个人观看啦 比较来讲的话 人家是笑死人啦 就是每 人家每个影片都可能 一万的view数以上啦 我们频道来讲算是 蛮多的啦 那所有的影片当中呢 你有什么 最有留下 最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 哪个影片呢 妹妹生日的影片吧 反而那个影片是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吗 因为是我的孩子真的 就是妹妹也是最靠近的嘛 所以我就比较有影响一点 那你觉得你对这个奶爸的频道 2022年或者是2023年 有什么感想或者什么期许呢 希望奶爸继续努力 令到新闻吹雪不用工作 愿望等在吗 高枕无用的在家里睡觉 你等久久啊你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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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来呢 这里可以看到Marina Barrage 这里呢还有写的Gardens by the Bay 这里只走呢 往左手边Flower Dome就在那里 Marina Bay Sand Hotel就在那里啦 它就坐落在Marina Barrage 还有Gardens by the Bay的交接处 蛮方便的嘛 新加坡真是蛮厉害的 每个几年呢 它都会推出一些地铁站 据说每个地铁站呢 都需要五六年的建筑时间 所以呢 现在的这些地铁站呢 也就是五六年前所安排的 之后这个Thompson East Coast Line呢 它会开发第四阶段 我会往更多的地方走 所以我是蛮期待这些地铁呢 继续带给人民的方便 以上就是2022年新加坡最新的地铁站 介绍了Thompson East Coast Line 接下来也要说一下 Narbar的第五个小小的成就 那就是收到A Channel第八频道的采访 也庆幸是第八频道 可以看到Narbar的频道 有拍过一个省钱的影片 所以当他们有拍摄通话膨胀 当主题影片的时候呢 他们就邀请Narbar去做一个几分钟的 小小嘉宾吧 毕竟受邀电视台采访这回事呢 机会不是很多 哪怕也很开心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呢 去参与他们的拍摄 那我说一下2023年到底有什么目标吧 哪怕期许呢 可以跟更多的创作者一起 一起去拍摄影片 大家可以插出不一样的花花 2022年的时候 我们又举办很多创作者的机会 还有创作者旅行 希望2023年呢 可以举办更多的创作者计刹那机会 大家一起玩乐起来 哪怕频道在2022年的订阅人数呢 其实不是增长了非常的多 起初我的目标是2000个订阅 但是到最后呢 也只能增长了1000 对我来讲也是要蛮感恩的吧 毕竟哪怕的个人特色不是怎么突出 所以呢订阅人数少也是情有可原啦 所以2023年的奶爸期许 2000吧 如果你是有缘看影片看到现在呢 赶快按下订阅吧 当作给奶爸一个小小的鼓励 其实奶爸永远没有想过会拍过很多爆红的影片 2023年的目标也是一样 但我期许2023年可以拍更多的感人 让人家有所感触的影片 我觉得触动人型的影片 相对view数高的影片来讲呢 会更加的有成就感 有感触的话呢 就代表你对奶爸的影片呢 还有心得有所认同 好啦我这个影片就拍到这里啦 西门垂水一定是觉得这个是一个Fakecam 没差吧 2022年的最后一个影片 我就是随行所欲拍我自己喜欢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奶爸真的需要你这个订阅 赶快按下订阅button吧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准时上片哦 最终我们的Instagram还有小红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 Bye Bye Buy You're the one Bringes out the best of me We're a little messed up baby Cut up and down And we keep on until we hit the ground But then we Oh we get back up again You're a little messed up baby